今天带大家看一下美国零食店的一些奇怪小零食 我先尝尝这 诶 詹姆斯同款 尝一下 我一直想尝 想买这个糖吃 一直没敢尝试 因为我听说很难吃 今儿尝一下 嚼着就像嚼 嚼橡胶一样 一点点淡淡的草莓味 很像那种工业合成的那种味道 不好吃 什么碗 OK我们来尝尝第二款 我也是一直没敢尝试的一个味道 这个薯片 盐和醋 我一开始以为是国内那种 红桧味 闻上去就有一股浓浓的醋味 尝一下 这么硕呢 我再尝一口 你别说 还有点上头 这个味道 第一口下去就是那种 薯片的那种 土豆的香味 然后紧接着来的就是 一股酸味 但还挺好吃的 好吃个屁 好吃 什么玩意儿 接下来就是这个 非常诡异的 黑色软糖 这个糖的形状好像是跟 这个红色的是一样的 感觉是类似的糖 只不过味道可能不一样 哎呦 花家伙 这打开袋子就闻到一股 大料的味儿 真的就是那种 花椒大料那种味道 哎呦 这能吃吗 这 尝一下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这就是大料 这个味道恶心至极 就跟你嚼了一口 八角大料是一样的 真的 这玩意儿做红烧肉 直接加里面都不用加大料了 最后就是这 长得像葫芦一样的饮料 尝一下 没有味道 问上去 是我的味觉已经被 大料软糖麻痹了吗 我怎么喝不出来的味道啊 呦 怎么说呢 一股淡淡的酸味儿 喝起来有一点点色色 不好喝 OK 今日的美国奇奇怪怪小零食测评第一期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 或者你想知道的 关于美国的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在评论区下面评论一下 然后我会抽取一个点赞最高的评论 然后去作为下一期视频的一个主题 OK 谢谢大家